好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個翡翠的原始呢 買入價格是買在2萬塊 目前市場上的參考價為何 請建價 2萬5 還是賺到了 這一件東西它真的不是翡翠啦 它不是翡翠 如果是翡翠的話 是翡翠它就是20萬 不止了 那這是什麼 那這個東西 我們其實剛剛有經過儀器檢驗 來 我先跟大家買個伏筆 讓李總這邊先做一個簡單的測試 好 最簡單的 我教大家不管是不是翡翠是不是玉 各位手上如果買到一些簡單的寶石 你只要買一個襯子 買一個燒杯 很簡單 叫做淨水秤重法 因為這個阿基米的原理 每一個天然的寶石 都有它特殊的什麼 它的比重 也就是它的密度 我們先去秤它的重量 第一個我們得出它是371公克 這是在空氣中的重量 然後我們再找一個燒杯 裝了水 記得水要淹過去 然後我們把它回到它原來的重量 歸零之後再把這個寶石 放入水中的重量 我們只要空氣中的重量 除上空氣中 減掉在水中的重量 就是它的比重 來 我們看一下它在水中的比重 我們要下去一點 好 在水中的比重是多少 是 來看一下 是60幾對不對 好 所以得出來它的比重呢 它就不是翡翠的比重是1點 是2.95 2.95 翡翠的比重是3點多 那這個2.95的話是代表是什麼 目前看起來種種機箱顯示 應該是軟玉 和田玉 但是現在問題在這裡 就是現場這樣量比重 它又會有一個誤差 那我們直接來過一個光譜儀 讓大家看到百分之百 斬釘截鐵的結論 我們可以看得到它的光譜 因為現場有些燈光干擾 我量比較久 天然的和田玉 有沒有看到 天然軟玉 和田玉 其實我們講說在一般市場上買 像這樣子的東西 你如果說無法確認 它是什麼材質的時候 真的就是有一點風險 因為當它買的時候 它認定是翡翠 其實它運氣好是它沒有買很貴 如果今天它買的是20萬 那這個天堂到地獄的差別 沒錯 真的 這一塊如果是翡翠 就是我在那個怕趕山區的經驗 這個不是20萬 這是20萬美金都買不到 這麼小一塊耶 你看它的細膩度 現在的粉線很貴 這個細膩度 這個很像我們知道木拿料的細膩度 非常漂亮 其實它上面有一些那個點 是有一點類似螢光色對不對 對 有幾個那個點像螢光色 那個是有點像木拿種的感覺 至少不是東林玉 所以你運氣真的不錯 什麼叫玉不是玉的 在市場上有超過30樣 叫做玉不是玉的東西 大家還是要搞清楚 應該玉跟石頭之間的話 不要把它弄破了 河南玉 南洋玉 秀玉 埃及玉 太多太多都不是玉 然後玉跟翡翠 又玉不一樣囉 那個價格上面 沒錯 差距非常非常的大 接下來呢 這個是玉還是翡翠 他說是翡翠 來 您怎麼看呢 這個應該沒有 這麼多學費之後 這個應該沒有什麼疑慮 應該是翡翠吧 就算是要仿 它也是仿翡翠 不會仿玉吧 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玉配的話呢 它中間是有厚度的 這個是不是竹節啊 對 是嗎 叫節節高深 來 節節高深 然後呢 剛好它在這個竹節這個地方 是有一點點淡綠色 很淡的綠色 很淡很淡的綠色 這樣子看的話大家很清楚 很淡的綠色 然後呢 這個是它的一個厚度 另外呢 正反兩邊呢全部有雕 那它在這個薄的地方的話呢 有點透度 其實我覺得還不錯啦 看起來的話還不錯 應該不至於是 只是石花好像有點多對不對 對啊 所以它很便宜 石花有點多 買多少 6000 來 買6000塊 一樣網路上買的 是喔 也沒有人跟你競標 這個直接出價它就賣了 這個出價它就賣了 對 逐調預派買入價格呢 是買在6000塊 目前市場上的參考價為何 請見價 1萬8 賺很多 賺1萬多塊 這個我們估價都有 它的邏輯跟道理 其實這一件東西的總地 到諾冰種 所謂諾冰種就是說 它在冰種之下 就是有一種稱呼叫準冰種 你仔細看的話你會發現 還有準冰種嗎 有 水頭很好 但是它沒有到 可以透過去的這樣一個程度 這樣子的 其實一般來講 玉佩如果是白色 它就沒有價值 它剛好有淡淡一抹綠 就在這竹節的地方 其實它這個雕刻是巧雕 所謂巧雕就是說 綠的部分剛好雕在竹子上 這個邏輯就跟我們講的 故宮翠玉白菜的道理 一模一樣 它雖然說本身料子沒有到最頂 但它的雕工或整體來講 我覺得它的價值性 已經有到這樣子的價格了 可是我看它上面 那個竹節這個地方 都有一些死花在 對 所以我們剛剛都有經過 儀器來確認 其實我們當初 我們看到這一件 我們其實有懷疑 它是不是有蠟 或者是有比較明顯的膠 所以我們有經過 紅外光譜儀來檢驗 那現在我們請我們助理幫忙 把紅外光譜儀的圖調出來 我們教大家怎麼看 觀眾朋友看到這個 綠色這一條線的話 是A貨的這個光譜儀 所打出來的一條線 沒錯 這個是A貨的光譜 但它這個地方會凹一點點 表示這個有蠟 如果是膠 它會出現這種狀況 好 黃色的這條線的話 大家看到的應該就是B貨 沒錯 經過了紅外線光譜儀呢 所打出來的一個曲線 是 那下面的地方 這個就是很標準 我們現在這一塊結結高深 這個地方完全符合 就是A貨的特徵 所以那個紫色的線 跟綠色的線的話 是比較趨近一點 所以它的線 它的這個紅外線的光譜的話 是基本上是一樣的 沒錯 所以它是屬於A貨 沒錯 好 OK 沒問題啦 恭喜你 這個也是A貨啦 所以呢 曲先生我看一下 你買的東西的話 都有賺耶 對 只有一樣小賠了一點點 算是滿會買的 賠的都沒拿來 學費 你差不多還那樣 你學費大概講到多少 還好 我們那個一開始不懂的時候 都買便宜的 然後慢慢慢慢研究 然後最後面才敢買這個 比較高的 因為說台灣的這個珊瑚的話 在大陸 很多的大陸人 真的非常的喜歡 對 難怪那個珊瑚的價格 都不斷不斷的盤高啦 所以這個應該你 經過鑑定以後 你可以賣給大陸的好朋友 珊瑚可以放 放更久它會更賺 因為珊瑚 你剛剛不是才講不能放四嗎 不是 你不要放到四百年 你放個四十年沒關係 我們就是希望能夠放一千年 四百年以上 對不對 看那個慈禧太后的那個什麼 那個珊瑚書 能不能傳到我們現在 對不對 今天非常感謝曲先生 謝謝你 謝謝 好 接下來我們要特別歡迎的就是 李董事長 大叔長 你好 主持人 你好 你好 兩位老師好 你好 來 觀眾大家好 董事長您這個公司有 現在目前有多少員工 員工 員工一百多個有 一百多...那也不小耶 這已經算是中型的企業了 好 專櫃 好 那這個董事長呢 他們家是在開那個紡織公司的啦 好 那直接叫李姐啦 可以啦 對... 好 這個李姐他們家裡面呢 開紡織公司的 其下呢 有一百多名的員工 所以呢 因為紡織公司的關係 所以您對於美這件事情的話 有自己的一個看法 對不對 對 所以經常會到各個地方去看這個服裝 然後呢 也會看一下這個珠寶 珠寶會 不是比較...也是比較會去欣賞 來 我們給各位看一下 來 一樣啦 麻煩做一個動作 一 二 三 好 來 這邊來 看一下啦 好 來 這邊呢 玉 你看他多喜歡玉 這邊呢 一塊翡翠 另外呢 身上這邊呢 也一塊翡翠 翡翠的這個玉佩 另外呢 還有一個 這個是翡翠還是楊子白啊 這好像... 這好像看起來像楊子白 你也不知道嗎 不知道 你也不曉得這一個是什麼 不知道 好 待會兒我們看有沒有時間 好 我們再來建定 另外呢 這邊呢 還有一個鑽石 另外呢 還有兩個耳椎 它的耳椎也非常非常冰透 這邊非常的漂亮 所以可見你非常非常喜歡玉 對 好 來 首先呢 第一個 我們先來看一下 那個剛剛董事長 在私底下在那邊講 他說他其實很早期 有一些非常漂亮的翡翠 後來呢 朋友喜歡就便宜 就賣了人家了 珠寶行跟我收的 是珠寶行喔 對 那你沒有缺錢 幹嘛賣給人家 以前沒有這麼夯 不曉得說 怎麼突然過了兩三年 就這麼夯 後來你又再去把它買回來 沒有買回來 已經賣掉了 已經賣掉了 那賣的價格高不高 三倍 三倍價錢 很好啊 有嗎 那表示 早來了 沒有 李總你們最起碼 都給人家賣了一百倍以上 賣得太便宜了 那表示您是買得早了 買得早就會賺 十幾年前買的嘛 可是他也賣得早 賣得早 賣得早 還不如賣得早 他還可以再賺很多 可是賣得不巧 對 所以可惜了 好 來 我們先來看一下 後來我隨便問一個 當時你賣過最便宜的桌子 後來賣掉是賣了多少錢 最便宜的桌子 忘了耶 要不要十萬 有沒有十萬塊 就賣給那個珠寶雲樓店 珠寶雲樓店 十萬的他不收 他不收 太便宜的不收 那你後來是 那你賣到多少 朋友的 跟朋友交易的 對 那你那時候賣到多少 只有幾萬塊而已 不上十萬 不上十萬 可是後來你買下來的東西的話 已經貴到十八萬了 這是後來現在 看現在這麼夯 對 自己是想說很遺憾我沒有 那我問一下 這一個手鐲的話 有比你賣出去的手鐲漂亮嗎 沒有 沒有 但是你買的價格 比他們高很多很多 沒錯 所以他其實是有點歐 所以我那個很好的東西 都很便宜賣掉 後來我花了很大的一筆資金 又再重新買回來的東西 居然沒有比我以前的漂亮 來 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手上的這個手鐲呢 最漂亮的地方 應該就是現在 大家畫面上面看到的 這一塊綠的地方 好 往下走呢 我給各位看一下 在接下來它走的顏色呢 有點灰青色了 好 那這個顏色呢 這邊稍微有一點綠啦 這個顏色我看起來 也有一點可怕 因為它的顏色有一塊一塊的 塊狀的顏色 另外呢 不好意思 董事長 我必須要挑一點點缺點 來 這個地方的話呢 綠色的這個地方 就是最漂亮的這個地方 往這邊看 我手指這邊移動這個地方 有點黑色的一個雜質 而且這個黑色的雜質上面的話呢 有點裂紋 很明顯的 有裂紋 所以我們說 你看... 有沒有看到 我沒有注意到 你知道我們說什麼嗎 一刀窮 一刀腹 你這個切下去 這個... 你的不只是裂紋 我覺得你沒有橫向裂紋耶 它這個好像也裂到這邊耶 所以你說這個切下去怎樣 清學哥太專業了 這個手鐲呢 我們猜想它 它是切錯了 一個這樣的東西 如果不切手鐲的話 我想價值會比現在還高 手鐲最重要 那裂紋跟我們講說 它橫斷的這個裂紋 這個是不能出現 只要出現這個手鐲折扣 大打折扣 但是請教一下 是 如果那個保時鑑定公司鑑定 是A貨的話 它才會開證書給我們 當然 是啊 但是我這個有證書 所以你... 你A貨跟B貨跟有沒有斷 有沒有裂紋跟死亡 沒有關係的 有裂紋的東西 它還是可以鑑定出 它是A貨啊 可是問題是有一個裂紋的手鐲 你會買嗎 有裂紋也可以算A嗎 有斷的手鐲都是A貨 它只要沒有B過都叫A貨 那個優化處理 就想像成是美容的手術 那如果一個保時有經過美容 它就叫不是A貨 可是它如果沒有經過美容 那不代表它本來的條件就很好 那這個就是它正好它是A貨 但是它有紋 那這個紋等一下價值會影響多少 就要有李總來揭曉了 李姐 您自己估呢 20 20 小賺一點 搞不好有機會喔 好 來 我們請李總呢 幫我們來估價 好 這一個價格是由兩位鑑定師 共同來議定的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個翡翠的一個手鐲 目前市場上行情價是多少 請建價40萬 你剛剛不是跟人家閒了半天嗎 你還說這個不好 那個不好的只有40萬啊 今天這個桌子 不要做桌子 只做一個蛋面或是做一個掛件 就一個金絲種這個色根的翡翠 這種透度都不只40萬 因為你做一個手鐲 當然手鐲比較容易帶 但是因為你手鐲旁邊的黑啊 帶其他的 大家都知道翡翠是多金聚合體 它是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 碰舞組在一起的 所以當你運氣不好的時候 我們這個韓歌的翡翠 這個製色元素 碰到其他的這個 我們叫楊啟石也好啦 納若灰石也好啊 納若灰石 或是這個其他的這個東西之後 就會讓他...給他減分了 扣分了 所以我個人認為這件作品 如果它是做一個蛋面 或是它的掛件的呢 會比這個價值更高 這個用一個簡單的比喻就是 這個綠的地方 就像金城武的臉蛋 然後但是它其他地方 就像是我的身材 所以這樣子就會降低它的 一個整體的美關係或價值 來 如果像你的身體的話 那會更有價值 別這樣說 滿腹經倫啦 但是我問一下這個所長 你剛剛有特別講到的 就是它裡面的那個列紋 你剛剛仔細看了以後 它有沒有出口 其實我仔細看 它這個並沒有到明顯是列紋 它是石紋 那欲無文 天無雲 這一句話就是證明說 翡翠先天就是會文裡很多 那文要怎麼樣判斷 就是口感 然後有沒有列到表面 有沒有橫斷 其實我後來仔細看 它是沒有的 應該有信心了吧 因為買的價格很高喔 買27萬 等於是剛剛買的一個價格呢 還要再多增加在10萬左右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那也請理解告訴我們大家 這一個的話是在哪邊買的 這個是跟朋友割愛給我的 因為我原本把原本的賣掉了 手上沒有桌子 我看到桌子好喜歡 後來就想說 不然就叫他這個看能不能賣給我 他說他當初買的價錢是6萬塊 那現在因為他可能價錢都上來了 對 他就算一算 他說27萬賣我 有沒有看到 有 我不知道觀眾朋友們 這樣子看得到看不到 我用這個方向給 然後請導播往這個地方拍 有囉 有看到喔 紋理 然後它的 其實它的列紋還不是只有這個 你這樣子看的時候這邊 邊邊這邊全部都列 對不對 有的還是橫斷的 理解 對 你這一個的話是跟朋友 叫他割愛的吧 那他有沒有證書 我有拿去見 你後來自己拿去見 對 那鑑定的話應該是沒有很大問題 是不是 沒有 他說 他有沒有跟你講 他自己跟我講 我沒有跟他講 是他自己發現那個列紋 他說那個列紋跟這個桌子 一點關係都沒有 是... 所以他開給我A 對啊...沒有錯 是這樣子沒有錯 他只是會判定說 這一塊原始到底是屬於什麼材質 他不會告訴你說 這邊有列紋 他就會變成是什麼 C貨 低貨這樣子 他不會這樣 所以有正確的概念 A貨是沒有處理的欲 叫A貨 就是磚頭料 我們叫下角料 不要的料 它都是A貨 那B貨是會酸食過 C貨就是B 然後加C 加染色進去 給你一個正確的觀念 來 我問一下這個李姐 你現在估呢 35 35萬 好 來 我們來請這個李總 幫我們好好評估一下 這一個冰種的飄花手鐲 買入價格是買在27萬 目前市場上的參考價是如何 請見價